環境部已解除大灣地區的北極寒流警告 不過當局預測區內由今晚直至星期六 氣溫仍然會維持在零度以下 而區內今晚就會再次迎來降雪的天氣 最後鄧曉恩報導 碧斯省南岸地區受到新一輪的風暴系統影響 加上現存冷空氣區內由今晚開始降雪 環境部預測大灣地區的降雪量為5至10厘米 而降雪明天將會逐步減少 至於陽光海岸、北岸山脈和溫哥華島的部分地區 就可能會出現更多降雪 環境部有警告 在夜間3至6小時內的積雪可能迅速積墜近5厘米 影響能見度、為出門帶來不變 公眾要提前作好準備 而環境部預測即使北極寒流警告已解除 大溫地區的嚴寒天氣將持續至半周末 今晚最低氣溫將為零下四度 直至星期日氣溫才會重回到零度以上 新時代電視 鄧曉英報 稍等 我们下期再见